商务部长王文涛赴美参加IPEC贸易部长会议 在华府会见的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大陆关切美国对大陆的半导体等政策 而美国则关切北京对美国企业采取的行动 例如日前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 封杀美国的记忆体大厂美光 中方将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 与美方进行交流 随着大陆驻美代表谢峰敌美旅心 以及中美商务部长的会面 谈敏感的半导体出口管制问题 有专家分析中美关系有解冻的迹象 美国有舆论说中美商务部长对话 可能开启更多美方官员的中国之旅 有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短期内改善任务监据 但是双方可以暂时不谈原则 只做交易 从具体的小事着手 逐步建立信任 一面和美国叠对叠 大陆一面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 欧亚经济联盟 成员国包括了俄罗斯 哈萨克 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和亚美尼亚 第二届欧亚经济论坛 在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召开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用视讯致词 强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欧亚地区 我们愿同一带一路共建国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一道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 合作 共赢旗帜 共享机遇 共克时间 共创未来 今年也是大陆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 大陆和俄罗斯积极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金融体系 降低美国发生危机 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不让美国一手掌握全世界 TVBS新闻陈旭一 陈向如 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